媒體大哥大姐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藍色肩膀台照美冰中日記紀錄片的高雄廠記者會 我是快樂聯播網高雄快樂電台的主持人阿虹 今天也非常高興的能夠來到這邊參加這場記者會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藍色肩膀台照美冰中日記紀錄片高雄廠 我們的巡迴列車來到的最終站就是我們的高雄 來到我們這個充滿人情味而且暖洋洋的感度 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在這邊我們也要邀請到現場的各位會賓來到我們的現場來參加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紀錄片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小梅姐台照美 我們小梅姐在去年就罹患了這個癌症 那麼有了雙重的身份 就是歌手兼愛幼 那在冰中呢 與我們的癌症希望基金會共同來拍攝這一部 藍色肩膀台照美冰中日記的紀錄片 那我來介紹一下好了 我也是高雄人 我相信這邊蠻多的高雄人 我們小梅姐也是高雄人 所以呢 嗯 阿虹覺得非常的榮幸 小梅姐呢 當時候在讀書的時候 就創作了一部這個 創作了一首歌 叫做如果 這首歌非常的紅耶 穿唱國內外 而且是民歌藝術的俊勇 那麼回到故鄉的小梅姐 我想小梅姐一定有非常多的一個感觸呢 那希望呢 藉著這一部藍色肩膀台照美冰中日記的紀錄片 能夠讓很多的朋友 甚至我們的癌症的朋友 能夠呢 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及早面對 而且呢 能夠讓他們積極的面對 也可以跟我們的小梅姐一樣 開開心心迎向 希望與未來 好 那今天呢 與會的貴賓非常多 阿虹來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呢 要來介紹的是 癌症希望基金會董監事代表 潘淳妹 潘董監事代表 跟大家揮個手 你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官代表 謝米芝基政 謝芝正 你好 再來介紹的是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部長 蔡孟淳 蔡部長 部長你好 接下來要跟我們介紹的是呢 我們今天藍色肩膀台照美病中日記紀紀錄片的主角 我們的名歌手台照美 小梅姐你好 等一下小梅姐 我們先跟各位來揮揮手就好了 嘿嘿 待會我們歡迎小梅姐 來為我們分享更多的一個故事 他這個與病魔 來對抗的一個故事 還有他人生的一個故事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好 再來介紹呢 我們有一個貴賓來到現場 民進黨立委 邱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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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好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現場 來到我們這個記者會 一開始呢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的貴賓來跟我們支持 邀請到的是癌症希望基金會 董監事代表 潘淳妹 潘代表 我們歡迎我們的董監事代表 來做我們的支持 親愛的邱憶瑩 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還有董監事代表 來照美小姐 各位記者朋友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記者招待會 我是護理人員 我看過很多的病人 經歷過癌症療的過程 同時我跟我的家人 也是癌症病的 所以我深刻的體會到 除了醫療照顧之外 其實我們在生活的照顧跟心理的支持上面 都有很高的需求 也因為我們看到了 癌症病有心理跟生活上的需求 所以癌症希望基金會 在高雄的希望小站 我們特別成立的希望樂活學院 在高雄小站希望樂活學院 我們提供的讓我們的癌症病友 紓解我們的壓力 調適心情 還有增進我們的體能 或者是跟其他癌症的病友 能夠有一個交流的平台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癌症病友 在跟病的抗戰之中 能夠暫時的去忘掉你疾病上所帶來的痛苦 也能夠去體會到生活的美好 忘掉你的所有的辛老 那麼這次我們非常感謝台照梅小姐 以病友的身份 能跟我們的癌症希望基金會合作 把她在生活的 在癌症治療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好的經驗或者是不好的經驗 原原本本的來告訴大家 所以這部藍色肩膀 排照梅病中日記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是希望能夠鼓勵所有的癌症的病友 在整個治療的過程當中 千萬不要輕易的放棄 所以我們的癌症希望基金會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雙筆永遠為大家展開 永遠能夠為大家服務 那麼在2004年的時候 高雄的希望小站就成立了 那2012年我們搬到左營區的新峰路 提供一個全新的一個環境 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們歡迎南部的癌症的病友 只要你有需求 都能夠來利用我們的希望小站的服務 跟利用這裡的支援 那如果在這個癌症方面 相關的知識沒有任何的需求 我們也歡迎大家使用我們的免費電話 0809-010-580 0809-010-580 謝謝各位 謝謝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癌症希望基金會的董監師代表 潘淳妹監察人的分享 那麼剛才也聽到了我們的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免費服務電話 0809-010-580 相信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詢問都可以打這支電話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0809-010-580 謝謝我們的潘淳妹監察人的分享 那麼聽完我們的潘淳妹監察人分享之後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 我們的小梅姐 她在這個與病魔抗症的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在拍這一部藍色肩膀 才照美病中日記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要跟大家來一個分享 那麼在這一段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癌症的病友在對抗病魔的時候 是非常的煎熬 那種心靈跟身體的一個煎熬 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的 那小梅姐在這一段期間呢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甚至呢 在治療的期間還不忘記 我們癌症希望基金會當志工 現在呢 也是終身的志工喔 讓我們的這個癌友 能夠鼓勵他們 一起活下去 一起來生活 努力的生活 那麼呢 現在呢 我們就要邀請大家 一起來欣賞這一部 紀錄片的精彩片段 我們熱烈掌聲 來歡迎藍色肩膀 來照美病中日記紀錄片 手髮氣掉以後 我大概不會出門了 不是戴帽子或戴假髮的問題 是 我根本就不想看到鏡子裡面的我自己 你知道 我掉了一個雪塊 至少有我手掌那麼大 我身體裡面哪有這麼怪的東西 2月4號我聽了報告才知道 喔 那是惡性腫瘤 我真的不怕 想割掉嘛 然後 我是不是比較白目一點啊 我根本不知道 惡性腫瘤的含義是什麼耶 我老公跟我講了 惡性腫瘤就是癌症的時候 蛤 他就在哭了 一位 那是 我們就在哭了 蘋果 我想匯妳自己 和奴 然後 你看她 然後 她就在哭了 這個就可以打敗我 剛做完手術的時候 媽媽在睡覺 然後我爸爸有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那時候他很擔心 他說我想讓你知道 可能沒有媽媽說得那麼輕鬆 那樣子 在家裡爸爸已經是 算比較脆弱的人嘛 然後我是小孩嘛 所以他一定要比較強那樣子 給我們看 奇怪怎麼說我得癌症 因為我很樂觀 而且我很多事情喜歡不喜歡 我都寫在臉上 我會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我先生都不講 我說得癌症應該是你 不是應該是我 我老公也不會生氣 他說對 後來我知道 他說因為他會哭 所以剛開始那時候有 你也擔心會失去他嗎 你也擔心很擔心 很擔心 我也是也要很緊張去練 一定要做完 我是去了葉醫師那邊 然後他看了我的電腦斷層的報告 他們就跟我講說 這個要照一下乳房超音波 不要再重來一次喔 我要瘋了你知道 那這個如果有什麼有來的話 我就覺得 你要給我的苦難太多了一點 誰來擁抱我的 藍色情報 我把它再做完的時候 我把它再做完的時候 我是換Key了喔 我都偷偷 誰來擁抱我的 我會沒有覺得 我經歷過一場生死耶 沒有耶 就是生病而已 然後這場病要生得久一點 我不是沒有一點渴望 有個人可以好好愛上 不必再遺忘 不必再彷徨 我的心還不叫何方 其實我想封閉自己 因為經歷過所以更懂得 我們在影片當中呢 看到我們紀錄片的主角 台照美我們的小美姐呢 如何積極樂觀來面對 她的這個癌症 在她生病的當中呢 如何來生活下去 而且還做了這首歌 我們一般都知道 很多的這個 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朋友 家人都是這樣 有頭看病啦 然後這個 每天都很憂鬱 連吃都吃不下 可是我在這個紀錄片的 這個預告片看到小美姐 哇這個好像食量大針 而且呢非常的積極樂觀開朗 還寫歌耶 哇我們的小美姐呢 實在有非常多的這個故事 還有經驗呢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想透過呢 接下來的這個分享呢 也可以來鼓勵 我們的癌症的朋友 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台照美小美姐 來請我們的小美姐 來跟我們分享 來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幫我們抵上麥克風 小美姐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 各位好朋友 各位志工 還有我們的VIP 大家一起來 共襄盛舉 然後我們想要 就是這次 這次拍這個紀錄片 最大的意義就是 我們要傳遞一些 勇敢堅定 對生命的尊重 等等等等的這些訊息 我相信大家如果 看了紀錄片 應該都會 就是馬上會感受到這樣 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氣氛 那小美姐 因為呢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以上呢 我們整理了四個題目 要來 四個題目 要來請妳跟我們分享 不要怕小美姐的故事太多了 來嗎 要講到明天 好讓我們講兩句比較好 我們簡單的 把這些題目先回答完之後 待會呢我們媒體聯訪的時間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再詢問 對對對 好那首先要來先請教我們的小美姐 就是說您參與這個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 志工行列的這個 原有是哪一些 可不可以跟我們現場的朋友講一下 其實我能夠跟 癌症希望基金會呢 搭上線 是 最主要是因為鼻太爹 我一個好朋友 她也是歌手 是 然後她問我說 我願不願意去 在2012年的時候就開始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 睡末在醫院裡面 演唱一些歌曲去 溫暖一些病人的那個 那個舉動 對 那我們睡末的一些 那些演唱會 我就積極的參與 然後我們也去做了 病房的關懷 所以從此就是因為 余太爹幫我搭一條線 那我就跟癌症希望基金會呢 就搭上來了 是 所以我說每一年我就 我都有去做這些演唱 然後就是 本來2012年2013年演唱 2014年是自己生病了 可是我是年初生的病 那我8月底就做完化療了 所以我2014年的年底 我又可以去做一些癌症病房的一些關懷跟演唱 那那個時候的心態 就是2014年等於說是現在 距離現在半年以前 然後半年以前 7個月了 然後我就 那個時候做的 跟病人的關懷就不一樣 那互動會更好 那以前剛剛去的時候 因為自己沒有生病 所以不知道說 癌症到底是多可怕 或者是多不可怕 那看到癌症病人的時候 不敢跟他們講說 祝你早日健康 早日康復 怕說自己是不是又帶給人家另外一層傷害 對 那後來自己生病了 又知道說原來癌症就是一個長一點的病 它是可以康復的 所以這個話我就敢講 我去看一些癌症病人的時候 我就說 趕快好起來 早日康復 好像是這個治療過程比較複雜的感冒 類似這樣 然後我就 因為他們也都知道我是癌症病人的時候 那時候我講那個話 給他們 他們直接收得到的 那以前不是病人的話 講的話就 那個力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一直在覺得說 我一直跟希望基金會的朋友說 趕快多安排我去做一些病房關懷 因為直接我用癌症的身份去對他們打氣 那個是最好 OKOK 真的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來問 好 第二問題就好 好嗎 好啦 我們來問一下 怕我講太多話 好 不是因為真的是 待會兒我們還有這個媒體聯放的時間 所以還有時間 好 那最後是不是就請我們的小美姐來跟我們 介紹希望樂活學院的一個課程內容 希望樂活學院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 我一直誇高雄的希望小站做得非常好 中間有做一些心情成長 也有做一些手工藝 瑜伽 氣功等等 還有對癌症病人康復的一些諮詢 我知道都有 所以我自己都沒有用上這些諮詢 你看 所以我是一個多麼健康的一個病人 非常的健康樂觀 掌聲鼓勵鼓勵 太棒了 謝謝 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台照美小美姐 謝謝 就我們台照美小美姐 先休息一下 好 我阿宏來補充一下好了 這個希望樂活學院課程 其實它是提供我們癌症病友 一個重心轉移 紓壓 放鬆心靈 還有一些健康等等的交流平台 它裡面可以藉由一些運動 音樂 藝術 的方式 來達到一些療癒的效果 達到一個身心靈的治療 那麼 這個希望樂活學院 定期舉辦課程 能讓我們的一些癌症的朋友 能夠來免費參與 以上就是我幫我們的小美姐 來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樂活學院的一些課程內容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位來賓 要來跟我們做分享我們熱烈掌聲 來歡迎我們第八位委員 邱憶 邱委員 歡迎你 謝謝 我想今天的主角 楊少梅 海霞姐 小美姐 還有我們衛生局的兩位同事 看阿姊 各位現場的媒體 大家 大家好 好 我是我們希望基金會高雄的這個志工 這個我們基金會演進到高雄來的活動 我應該都是這個一定會出席參加啦 那也是常常在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結果剛剛小美姐問我說 你有得癌症嗎 我說有啊 我四年前得癌症 那我如果沒有得癌症的話 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剪這麼短的頭髮 不過我剛剛看到小美姐的這個紀錄片的這個內容 其實有一剎那眼淚自己也快掉下來 結果看到剃頭的那一段 基本上跟我很像 就是我還沒有讓頭髮開始掉光的時候 我就已經自己先去把頭髮離光了 我覺得我們大概都有一股不認輸 然後就是有一股不甘心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它傳達的是一個正能量 不只告訴生病的朋友 不只告訴正在做治療的朋友 甚至告訴大家癌症它或許很可怕 但是其實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對它 只要你願意接受治療 其實癌症是可以治好的 癌症它現在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有點像是慢性病 就像小美姐說的 它其實就是這樣感冒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每次在做化療 我記得我那時候做化療的時候 每次打完化療藥的第二天 我就會全身開始痠痛 然後雙腳沒有力氣 我沒辦法走路 那人家問我說那個像是什麼感覺 我說就像你如果感冒 去感到骨頭 全身痠痛、發燒、痠軟 就是那種感覺 只是我那個時候是三個禮拜做一次化療 我是三個禮拜就會感冒一次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我們撐過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希望用賺到的每一天 來幫助所有的好朋友 我前兩天晚上還接到一個我不認識的朋友的電話 他說他被醫生診斷他轉移軟巢癌 他非常的驚恐 他問我他該怎麼辦 他希望我能夠給他一些諮詢 那我就馬上幫他找了醫生 幫他查詢了幾個在他居住的當地比較好的醫生 然後其中給他一些諮詢 我想這個是我唯一能夠幫他的 那也是我可以做的 把我的經驗分享 然後也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癌友 或是更多的癌友家庭 大家都能夠重拾健康 我們都一起來為傳遞正能量 傳遞這樣的一個訊息來做努力 那恭喜小梅姐健康康復 那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一起努力 能夠把大家的健康都找回來 謝謝大家 再次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的立法委員 邱莉邱委員 那麼也非常感謝我們的邱委員 這個擺盲之中抽中前來分享 那不管是我們的邱委員 或者是小梅姐 他們都是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也希望呢 現在正在跟頂膜對抗的癌症病友 能夠像我們的邱委員 還有我們的小梅姐一樣 用以最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 好 現在我們現場就邀請我們的小梅姐 以及宇慧的貴賓 來上台跟我們做個大合照 好 好 那是不是可以看我們正中間 攝影大哥 看一下 謝謝 還有我們的這個 老師 吉他手老師 小梅老師 謝謝 真的嗎 一個身分是名歌手 一個身分就是阿友 對 然後我剛剛就是跟大家 大家也看了一下這個紀錄片 然後現在我就是要當名歌手了 要唱我十九歲那一年寫的 寫的 寫的成名曲 所以這首歌我才踏入名歌圈 好 那小梅姐要不要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這個 對 這位老師 陳傑翰老師 事實上我們今天也有 我們Keyboard手也有來 是 我們在高雄的一位那個 蔡志展老師 蔡老師 你好 對 那個 他那時候去年為了 也是陳爆的事情 是 他有寫了一首歌 對不對 老師 七爆 七爆 然後 這位小梅老師是 年輕的時候就立志要當名歌手 後來沒有成功 所以就當時當吉他手了 對不對 小梅老師唱得很棒 然後 因為 小梅老師這把吉他我們都好喜歡 因為 它在不同的燈光打下來是會有不同的顏色 會變色 大家終於開開眼界了 好酷喔 對 這把吉他是一部車子 哇喔 好 我們要唱這首 我吃了 他要唱這首 如果大家會唱的話 跟我一起唱 那個掌聲鼓勵鼓勵 還叫你 如果 我 如果 你是照顧 我也是那小草 你說 你是那天秘 我也是那小雨 終於你相偉 一時我將知道 我 當我 當我 背著你 手指 你 會 是 多麼 奇麗 如果 你是那海 我 也是 那沙灘 如果 你是那 春夜 我 我 也是那 清風 永遠 與你 成年 於是 我 將 知道 當我 背著你 守著你 是 會 是 多麼 甜蜜 你 如果 你是 如果 你是照顧 我 也 是 那小草 如果 你是 那 便宜 我 願 是 那小草 如果 你是 那 便宜 如果 你 是 那小草 你 會 是 多麼 奇麗 沒錯 如果 你 是 那 海 我 也是 那 沙灘 如果 你 身心 桑枕 天 我 願 是 那 青霍 永遠 與你 纏綿 於是 我 將 知道 當 我 跟著 你 守著 你 你是 為 是 多 甜蜜 掌聲鼓勵鼓勵 再次掌聲鼓勵 再次掌聲鼓勵 我們的台照美小美姐帶來的 如果 那麼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呢 也要告一段落蠟 一下 謝謝大家來 首先因為大家都很這麼忙 然後 禮拜天還要犧牲一下 對不對 不能陪家人 然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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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姐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 您這一次來高雄 除了在我們高雄有希望小站之外 其實也很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跟高雄的鄉親一起來分享 嗯哼 當然 我是全世界各地的鄉親 反正只要有需要的地方 就我們願意 如果大家 有 有一群人想要看一個分享會的話 我們 哪裡我們都會去 我們都會去走 那從你這個紀錄片 那個 播開之後 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樣的回饋 就是什麼樣的回想 你覺得非常感動 就是我們也有聽到一些癌症病人說 哦原來當病人可以當得這麼快樂 這樣子 那 那我會覺得說 欸 那是有鼓勵到他喔 他會覺得說 病人不一定要病奄奄的嘛 我現在呢 然後醫生都說 台帳門你趕快減肥吧 癌症治好了 你三高來了 對 這樣子 那你現在會不會很忙碌啊 當職工這樣 嗯 我雖然忙了一點點 也有被醫生罵說 不可以這麼忙 因為現在在恢復期 那 其實癌症 也會怕 最怕的就是 癌細胞 他在等你 等你 你最弱的那一刻 他就會 竄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只要 自己不要累 然後 但是我心情都很好 有時候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累欸 心情很好 所以我又跟醫生講說 不會不會 因為我現在心情很好 而且你知道 我每到一個地方 大家給我的鼓勵喔 我覺得 比如我 拍這個 紀錄片呢 我們是要鼓勵大家的對不對 可是我收到的鼓勵 跟感動更多 真的 那這你的病房關懷 你等會碰到比較難忘的 很難忘的 記錄有 我有一次 第一次吧 第一次我們在台中 台中的 中國醫藥學院 做的那一次關懷 那一次我們是因為 我們大部分都是 晚上六點半要開始 開唱歌 在醫院的大廳 那可是 我們下午就先到 病房做關懷 那 有的病人 正在打化療 然後我們就去 那一次呢 有一個 有一個女士 她非常的喜歡民歌 那我去的那一天呢 她說 我們邀請她說 待會下來 聽我們的演唱 她說她不能 因為她白雪球太低 很容易受感染 醫生不准她出 那個 她的房間 那 連我們去 我們都很小心 因為 你知道我們 光是我們體溫 就跟她不一樣 她身體她都 要提出白雪球來對抗 那 我那時候 並不懂 說白雪球低 是什麼意思 後來我自己做化療 就知道 因為我有四次不來做化療 白雪球太低 她很危險 就是很容易感染 可是那位病人 我們 我們聽了以後 我們就是 每一個病房 我們看完看是 巡了一圈以後 我就跟 基金會的 我們的 我們執行長 我就跟她講說 我們再會內奸 那我們就 親唱給她聽 陪她一起唱 因為怕吵到別的病人 陪她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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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跟我一起唱 那就很感人 然後她也很謝謝我們再回那個房間去 我們總覺得說 不行 這個動作不做 就是不對 很高興 我們也自己回那個房間去做這件事 那另外還有一件我也可以提 那個是 去年我去做病房關懷的時候 那時候我頭髮剛剛大概就差不多 比這還短 才剛剛冒出來 那 因為你做完化療差不多是40天以後 你會開始 開始 有毛了 這樣子 那我的頭髮呢 都會 像胎毛一樣 很軟 新長的頭髮就是跟嬰兒一模一樣 然後會變成自然卷 都省掉燙頭髮的錢了 真的 然後我那次去的那個病房 我一進去的時候 媽媽 病床上大概是一個二三十歲的男孩子吧 撞撞的 然後關頭了 已經離關頭了 可是媽媽就抓住我手 就說 求求你救救我兒子 我說 那時候聽的是心酸 也有醫生跟志工都有幫我進去 然後我說 媽媽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可以來幫你打打氣 然後我就看著兒子是翻白眼 看天花板 然後護士在旁邊也要 我認為他在抗拒 說要跟他打針什麼都 他都不願意接受那個治療 好像他覺得全世界都跟他做對了 那樣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說他要放棄 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心裡很難過 我想說我要怎麼幫他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 因為我頭上是戴一個頭巾 就是你們看到的 我就一邊就過去 我想我只有把頭巾解下來 就解下來 然後他看到我是那個小光頭的那樣子 然後我就說阿姨在半年以前 也跟你一樣在做化療 我說我也是癌症病人 然後我講完這個他眼睛慢慢放下來 然後就知道他願意聽 那我跟他講話 他會覺得有同理心 他知道我懂他的苦 那我走過來 然後我就說阿姨希望你再過幾個月 你可以做阿姨的這個工作 你去鼓勵別的病人 好像 那我出了那個病房的時候 我就覺得媽媽好像鬆口氣的那個臉 你知道 那OK一點 我相信這個力量應該是可以傳給他 你剛剛提到說老公看到你的眼淚都掉下來 那你自己有沒有偷偷掉眼淚 或者是你怎麼嗑子 我本來都沒有 我自己在第一次看紀錄片的時候 我心裡也很痠 喔原來我也這麼勇敢 我真的走過來了這樣子 那怎麼調適的那個心情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掉眼淚 但是我老公哭了滿多次的 有時候我在吃飯 我在家我就不用帶頭巾了嘛 就是光頭 他猛一回頭 他看到我 光頭 你知道 他自己心酸 我就看到他在那邊抽搐 他說 不要再哭了 我會好的 真的 這樣跟他講 變成你在安慰他們 對 我說真的是 我所有的朋友來看我的 我說第一個 要哭的人真的不要來看我 真的 我一次一次要陪你們哭 要放我多少眼淚 然後 後來 我這個舉動是錯的 我後來了解了 我的朋友 他心疼我 他會掉眼淚 我應該要讓他釋放出來 這樣才對 對 我自己生病 我自己都沒有哭 我是陪了朋友哭很多場 一看到他們掉眼淚怎麼辦 你知道 我就跟著眼淚掉 我說我並不是可憐我自己 但是你們不要這樣子 害我一直哭 小梅你現在恢復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醫生 我其實醫生都說我的那個 有檢查那個 我有驗血 也有做那個MRI 做核子共證 我三個月要照一次 看看癌細胞有沒有 乖乖的被我鎖住 然後 醫生說做得不錯 醫生就是現在就是 千萬不要累到就OK了 然後我的化療後一陣呢 慢慢在恢復 因為我的小拇指跟我的右腳 腳底是麻的 所以我現在站一站是 我的右腳都在休息了 那我是靠左腳在站 因為右腳也不知道有沒有在用力 但是我可以走路 不能站太久 所以你們要趕快問一下 我們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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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部分還要再繼續旁邊問 對 那我們高雄的重點 再幫我們立法講一下 癌症病人在離癌的過程中 他們會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治療了以後生理上的不舒服 還有面對這個疾病 不管是家人 還有自己情緒上面的一些困擾 壓力 生氣 甚至於哭泣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希望有夥伴 跟他一樣是生病的人 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 增加那個支持的力量 讓他們去面對癌症 所以癌症希望基金會 從台北台中跟高雄 都設了有希望想在 藉由各式各樣的課程 讓病人來上課 癌症希望基金會 就像他第二個家 他可以大家集聚力量 一起來面對癌症 熱火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 熱火群肉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怎麼提供幫助的 是他們主動來過 還是你們主動去 關門來他們 他其實 後果還跟了很多的醫院有合作 所以在醫院裡面的資源中心 他都可以拿到後果的一些很多的資料 然後可以藉由這些資料 找到癌症希望基金會的辦公室 然後不管他主動打0809 010 580來求助 或者藉由病友介紹 都可以來到我們的小站 他想要得到什麼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 想要得到什麼都可以幫助他 對 因為其實癌症病人 包括會有一些孩子們的問題 比如說 現在越來越多都是小家庭的制度 那很多他們的孩子都還很小 那父母自己都搞不定 面對癌症怎麼來幫孩子 所以我們每一年小站 也都有辦下令營 辦親子營 還有不定期的 藉由心理師 營養師 還有社工師 還有護理師 辦小的活動 小團體的活動 大團體的活動 所有一切的力量 就是藉由社會資源 來幫助癌症病人邁向抗互 所以他們不用付任何費用嗎 喔不用 基金會的 所以我剛剛講社會資源就是 他們全部都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捐款 我們把這些捐款拿來幫助這些病人 喔 現在只有高雄台北台中有 高雄台北台中都有 未來有沒有 擴大一點的計畫 也看我們的資源 能不能去協助我們再拓展其他的店 因為其實每一個站裡面 我們用的都是專業的護理師跟社工 對 還有一些康復的病人來當自工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空間大家練練氣功就好 它需要很多專業的服務人員來幫他們 看他們什麼問題幫助他 所以偏遠的地方要幫助比較難就對了 它透過電話一樣可以去協助 只要能透過電話聯繫的 我們在電話中 我們會了解病人跟家屬的狀況 然後依照他的狀況來給他幫忙 喔來給他量身定座怎麼幫他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有些也許他是需要經濟上的幫助 是是是是 喔 所以偏遠地區也是可以幫助 所以我們的公務是全台灣的 喔不是只有限於高雄就這樣 所以他可以打那個免付費專線 0809、01080 那是免費的 喔對啦這樣比較合乎啦 萬多遠的人希望幫助就幫不到了 當然當然 好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